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酒包 三种口味 连起来可以绕地球好几圈 云南的豆子 非洲的豆子 想去哪里 喝哪里 你说 你的补妆咖啡 是你的补妆咖啡 公众号相关推送 或者在后台发送咖啡两个字 获取购买链接 日谈补妆咖啡 给你的生活补点妆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日谈公园 我是李叔 我是小猴子 小老师 问你个问题 又来了 说 就是国内你知道这种玩乐队的 一个乐队 人数最少的 你觉得有几个人 最少的 像牛奶咖啡吧 两个人 对 这个应该是最少的乐队了 是吧 但你可能觉得是我 对呀 我不算 我是偶像组合 胡说八道 偶像组合 对 差不多 基本上我们对乐队的概念 觉得至少在俩人 对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嘉宾厉害了 他们乐队 就他一个人 一个人的乐队 对 因为之前老老那种 什么谁谁谁跟谁谁乐队 谢天笑有冷血动物 王峰也报家接 今天这个不过那么废事了 他们乐队就是他本人 欢迎上我们今天嘉宾 这个乐队名叫鲸鱼马戏团 然后他本人叫李星宇 哈喽 哈喽 小伙子 哈喽 李老师 对 一般来讲就是说 每一次大家都问你 什么鲸鱼马戏团 李星宇 是不是会经常会搞得特别混乱 对 因为大家老以为这是一个 特别多人的乐队 我是这个乐队的这种就是代言人 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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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来之后 哎 你们乐队呢 对 我们乐队就为一人 对 唱两首歌呗 你说你玩乐队的肯定唱歌特好听 对 这是所有这个玩乐队的人都面临的尴尬 对 我跟那个星宇呢 其实也有一些约缘啊 对 这个可能得跟徐豪老师汇报一下 好 特别惭愧啊 今天我还看了一下这个聊天记录 我发现呢 我跟那个星宇第一次啊 这个认识啊 是2016年11月12号 加了微信了 加了微信 当时是我们俩共同的一个朋友啊 在过壳工作的一个朋友 拉了个群 意思就是说 哎 听说那个你做了个新电台 哦 那是他刚上线吗 的确是新电台 哎 给你推荐个嘉宾 嗯 怎么样 我说行啊 然后爸拉了个群 他说哎 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李老师啊 这位也是李老师 对 认识认识 然后我发了一堆关于他们乐队的这个资料 嗯 然后看了半天 我说 我说那我资料我都看了 我说这个李星宇啊 跟精力买一团 是要请谁来呢 乱了 就实在看不明白 嗯 后来呢 说要不然那个咱们 酝酿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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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时候刚上线 没现在这么红吗 嗯 现在 现在 你赚着了呀 对 我赚了 把我们日常养肥了 对 而且特别尴尬的是 去年夏天 嗯 那个游泳库啊 出了一堆那种动漫联合的那个地狱衫嘛 是 然后有一天我就去逛游泳库 去年还是前年 去年 去年啊 好吧 反正是某年夏天 没那么远 然后我就拍了张那个照片发朋友圈 嗯 意思就是说 你看我啊 买地狱衫去了 对 嘚瑟一下 结果李星云老师 给我那个朋友圈留言 说哎 给我带一件 给我带一件 嗯 我说行 然后他就看上一件那个战武渣 哦 啊 就是那个 宋泳库哥拉底兹 嗯 刚到地球之后 说了一句啊 战斗力只有五的渣 嗯 对 他说我就要这件 我说行 当场你给他买了 买文之后 哈哈哈哈 杳无音选 哎 哎 刚才我 刚刚从办公室抽屉里边 把这个 踢衣衫啊 咒子巴巴给翻出来了 你真的 你要是一姑娘 他就早给你送过去了 合理合理 还真是啊 你看我当时 我记得我把这踢衣衫 塞到咱们这个办公室 抽屉里的时候 嗯 咱们刚搬到V-Work 我就想问的是这个办公室 对 就是这个办公室 我刚搬到V-Work 当时我就说 我说你来呀来啊 结果这个抽屉里塞了整整一年 哎呀 终于可以把这个 攒了一年的人味 含了一年 含了对 含了一年 包姜了 嗯 终于终于约上了 对 今天呢 这个特别高兴 要跟那个李星云老师啊 聊聊他的这个多重身份啊 别李老师老叫老师 我这一会儿得跑桌子 对 他这个身份实在是 有点过于丰富了 对 85年双鱼座啊 北京人 刚才他们俩就开始盘道啊 没没没 没没 没没 海剧啊 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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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艺术家啊 独立音乐制作人 声学空间设计师 鲸鱼马戏团音乐计划发起人 52赫兹摄影馆馆长 我觉得特别像那种人 名片 伊伊亚队 你哪对抬头那种 已经很收敛了 看上去头疼 各种协会的顾问什么那种 对 而且他还玩了好多的乐队 然后给好多音乐人当制作人 是 什么成币啊 李萧云啊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他参加的一个乐队 叫黑乐队啊 黑就是黑 就是一个口子边一个黑的 在那个乐队的全名应该是黑一家探号 是吧 三个探号 三个探号 哦 因为有仨人嘛 还是这个黑乐队的这个成员之一 嗯 独成身份啊 但是这个身份太多 我们这一个一个说 好 先说说这鲸鱼这事啊 嗯 对 就为什么会有鲸鱼马戏团的名字 哎 主要就是那时候特别喜欢鲸鱼这生物嘛 嗯 然后就是做音乐也都乱七八糟的 你想听那个黑啊 听我 鲸鱼马戏团 就完全是不知道这人是搞什么风格的 所以我说那得了就马戏团呗 嗯 然后就把这俩合一块 那马戏团这个乐队的谁 马戏团 不是马戏团 不是顶马 京马 京马是吧 京马 京马 北京马戏团 行 哎 那京马的音乐风格 是什么风格啊 没法定义 反正就叫做 就是大部分纯音乐的音乐风格吧 啊 以我贫乏的音乐知识 让我说 嗯 别是听音乐吧 听音乐 或者那种配乐式的这种音乐 对 有点那种 专辑有点那种 然后现场就就有点后摇 还有新古典这种东西 啊 就反正就 在不同地方听的 反正就会容易有不同的感觉 啊 对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马戏团的概念本身挺有意思的 本身是一个人 嗯 但是一个人能能从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想动来 嗯 或者说他的概念非常的丰富 对 有点像我上次看了一个话剧挺逗的 就一个法国戏叫这个龙的忧郁 又叫奇欢乐园 然后他讲的就是一帮听ACDC的那种摇滚青年 哎 然后开辆车 各位老太太 然后他说你干嘛呢 他们说我们是开这个游乐园呢 嗯 你说什么游乐园 他们就从那车上搬下了一堆的什么什么塑造袋啊 干冰啊 泡泡机啊 然后就展示各种特别充满童趣的一些这个奇观 然后老太太跟着鼓掌哇 好帅好帅 就这样一呼吸 我看到我特别开心 嗯 所以听他的那个音乐 特别是他不同的一些品类的时候吧 也会各种感觉 就你不知道他会突然掏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而且鲸鱼本身这个概念 我个人其实挺喜欢的 好像身边挺多人都挺喜欢鲸鱼这种形象的 是 那其实我想的时候就是说去那些博物馆玩 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什么毛绒玩具 其实像男生一般不太会买毛绒玩具 但我当时就买了 我记得我人生中第一次买毛绒玩具 就是一个海豚一个鲸鱼 我觉得特别可爱 然后那大嘴特方方的什么的 对呀 我们家以前有海豚 我们家海豚呢 海豚 海豚也算鲸鲸 他们是属于一个大 真的呀 对对对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因为上海水产大学的 对 其实这真的不得不说 后来等我上了大学之后 跟鲸鲸有了一个特别大的 算是缘分吧 因为2001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沿海搁抢一批 那个抹香精 后来这抹香精被制成了标本 拉到了上海 就放在了我们学校里 然后我们学校专门为他盖了一个博物馆 他就放在里面 里边是他做制成的骨头的骨架的标本 那个大概有将近20米长 然后我们学校的同学们管它叫鲸鱼馆 当它弄好了之后 落成我们就去参观 这我第一次看到 我们其实不太敢想象 就是地球上其实有这么大的生物 就太大了 不是 这是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骨架 就大到就比你在四十堡馆里看到的 恐龙骨架一般的还要大 就巨大巨大的 多少米 将近20米 就是长安街那个叫什么 一号公交车那么大差不多 我总感觉好像比那个还要大 因为它架在半空中 然后你看着就觉得我太壮观了 所以就第一次近距离 接触它实际上的尺寸 那个时候就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就觉得特别震撼 对 你说这我想起 他边边聊鲸鱼 但是鲸鱼真的很好聊 你知道吗 鲸 鲸 对 鲸 是鲸 说鲸不说鱼 对 太讲究了 叫鲸鱼算是民间的 对 民间叫 实际上因为它是鲸类 哺乳类动物 它也不是鱼 那个小伙子老师 真是那个什么水山大学 他真是大学的 真的是 对 就是因为好多人就是说 去出国玩 做了一种什么海上观鲸的项目 有 有时候看得着 有时候看不着 对 但是我有一次 也不能叫幸运吧 反正就是一次 巧合 就是我一二年的时候 我跟我一个朋友 就不说名字了 对 感受 我们俩在那个 瑞兰卡骑摩托嘛 然后骑摩托绕了三座城市吧 骑了有个估计小几百公里 然后中间路过一片海滩 海滩上有一个隔浅的鲸鱼 对 就是已经死了 看到了 对 但是它应该是一个小鲸鱼 不太大 对 估计可能不到十米吧 对 但是对人类来讲已经很大了 然后还有好多当地的居民 然后站在鲸鱼身上去拍照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过去围观了一下 这个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 其实你伸手就能摸到 看一个鲸鱼 的确是觉得说鲸鱼给人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就感觉特别稳 真的 我就感觉它特别稳 它非常的大 然后特别稳 给你一种巨大的气场 很平静 对 而且就是有时候我半夜睡不着刷那个微博 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个是哪国的一个那种画家 会画那种就是在云朵中翻腾的那种大鲸鱼 那好像是一个MV吧还是什么 对对对 一MV 对相对 一队MV 就是一鲸鱼在天上飞 那云里雾里 是 那挺帅的 对 后来我看你不是做了一个那个项目叫寻生西游记吗 那海报上 也是一个鲸鱼在云朵中飞 在他们劈的 是吧 对 包括金城志咱们都特别喜欢那个陆霞吉 里边一共是七首歌的组曲 有首歌就叫云上的鲸 是 对 我一想就是全是那个画面 对因为现在我觉得人知道太多了 可能这种生物可能是他们唯一不太知道的一种 相对来说神秘点 因为大家想象力现在太匮乏了 我觉得 对 没得想了 那这种东西可能平时见不着 你还能想一下 你像那个什么狮子老虎 这些动物园都是 随便就能看见 连大熊猫都能看见 对 而且它是又巨大又神秘 对对对 所以算是承载了一部分这帮人的想象吧 是 包括我朋友还有把那个鲸鱼就纹身 你纹在身上 我也有 他那儿就有 我看了 你看到吗 你看到就不是姑娘 他就看得太不仔细了 不是 你穿着衣服谁看得见啊 那我也不能脱了 不是 你这不好看 我这人一姑娘 他那个 什么叫你这不好 他就脱来了 你我也不会聊天 我这人一姑娘 他那鲸鱼纹肚子上 特别好看 那 那我没有机会看见 不是 他拍我朋友圈 你们别多想 好 还是我们多想 还是 咱们接着聊 这鲸鱼买团 对 所以我觉得鲸鱼 就的确是我们 好像离我们特别遥远 但是大家还挺经常 讨论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乐队 这个队 叫鲸马 我觉得 也是非常有心机 感觉被出款鞋了 坐这鲸鱼买团 也是被逼的 对 就是 感觉现在其实是故意 坐这迷 但是当时真是被逼的 被谁逼的 就被我们乐队 那几个哥们 因为他们都各干各的 就以前的乐队 对 就黑 黑到玩完音乐节之后 他们就 大家各干各 小老虎发自己专辑 雷也去做 继续做的动画了 对 介绍一下黑乐队 先提一句 乐队的三个成员 一个就是我们的李星雨 一个是知名出唱歌手 雷头Tiger 对 小老虎 还有一个是雷雷 他本身是做动画的 做动画 然后他也说唱 对 然后那会儿反正就是我们仨老一块玩 出这个弄那黑乐队 后来就 就到那时候就玩不下去了 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挺红的 就是真的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Superstar了 但是不好使 那个时候始终这种网络平台不健全 然后就玩不下去了 太早了 那时候 对 玩不下去了 那我也没办法 那我总得把我继续做音乐 然后就就先起个名位 因为喜欢鲸鱼还因为之前那个 我们之前做了音乐剧 做音乐剧就叫鲸鱼 然后音乐剧的那个来源呢 就有一个故事嘛 就那个十年前有一个 有一事就是英国那边发现一个 就是52赫兹鲸鱼 然后说这鲸鱼叫声比别人都高 因为鲸鱼的整个频率 它的很多频率都在50赫兹以下嘛 就是20多赫兹这个频率 对小伙子老师应专业的 这个赫兹还是不知道 这头鲸鱼 它是男高音 对 它是一个 它像是女的吧 女高音 然后别人都听不见 他一直在那里边叫叫叫叫 然后别人可能就不知道 这人在说什么 就是他不在一个频段上 你说就是因为 比如说其他鲸鱼的这个频率 都在比如说十几二十 他50多 那么他在叫的时候 其他鲸鱼是能听见听不懂 还是根本就听不见 他可能听不见 或者他就当那是什么 白噪音 对 这个主要得看 他那个鲸本身 他耳朵捕捉的 那个声音频率的范围有多大 如果超出他的范围 就听不到了 专业 就好像蝙蝠 他的那种频率 人声是听不到了 人耳也是有一个频段的 那个区间的 对 所以他跟别的差的 或者就当外语 对 这么多感觉差的是 真的有点多 对 所以太孤独了 就特别特别孤单 我们当时就用这故事 弄了一个音乐剧 就叫鲸鱼 在2012年的时候 清晰节 还演了一代 然后演完了以后 更孤独了 我知道了 这鲸鱼说的 就是你自己本人 对 孤独半天 然后结果就弄了一鲸马 你就是那鲸鱼 你就是那鲸鱼叫什么 什么 爱丽丝 你就是那爱丽丝 对对对 然后就用这名 然后把我之前做的一些音乐 就开始往网上发 然后那开始在一个平台上用完了以后 结果不小心 发现点击量还挺多 就是一个礼拜差不多就上百万的收听量 那么多 非常多了 对 吓一跳 然后就没想到就一不小心就火了 火了你还跟这坐着 对 真是火了 还上节目干嘛 是啊 火了 他那边上坐着呢 对 对 这节目太火了 我就是蹭热度了 怎么把这心里话都说了 对 那不是 真真诚心诚意蹭热度 不过说实话 那个我觉得就 比如说 两个名字二选一的话 比如你一个发了个作品 这边叫李星雨 这边叫金鱼马一团 那我当然觉得金鱼马一团 对我来说信力会更大 因为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一种让你 很好奇 然后想去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感觉 对 这名字其实挺好的 对 因为自己用自己名特别羞耻 假身份 比如说万一怎么着的那个 带能换条路走 万一没火 再换一个名 从头再来 这感觉跟那边 做什么小家店的 这帮人似的 这品牌不行了 我们再来一个 对 还是一名片的 当时是有这个考虑的 但是不是主要的考虑 就是当时是有这个考虑 起一个名字 就前几个乐队都没火吗 然后再起一个名 看看怎么样 感觉得找大师算的 对 结果还不小心跟大师的电影重名 对 有一个电影 今天晚一团 贝拉塔尔的一个片 还挺有名 那你就是那个 超级 超级 你还碰巧重名 碰瓷 这叫碰瓷 不叫 也叫碰瓷 对 然后反正就是 后来用这个名字 就一直在做 然后一用就用了三张专辑 然后到现在已经爱上这个名字 爱上了这个碰瓷的对象 没有 但是跟电影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行 那我们要不然先来首歌听一下 是吧 来放个经营买一团的歌 对 放歌之前 我要跟著名的海产大学的 水产大学 海产大学 水产水产 海产我们也有 对 我要 我要show off一下 我之前在冲绳那边出海 然后录了一次那边坐头鲸的声音 然后这个节目这么高大上 就这么珍贵神秘的声音 特别适合在这个节目里放一下 真的这个真太好了 因为我那次去冲绳那边 因为我看到了有那个出海看鲸的那种活动 然后你要提前预约什么的 对 然后我去的那个季节好像好像没有 对 它只有好像就是二月份到四月份 对 后来就我觉得还挺遗憾的 那这次太好了 我只能听到了 对 你是看得到听还是两回事 它得用专业设备 水下的录音设备才能录 对 那它这个多少赫资的 咱们听得见吗 会不会一点播放 听得见 因为它频率特别宽 所以有部分咱们是能听 就是它有我们能听到的部分 对 但是他们可能就只听那一小部分 他们能听懂的那一部分 有可能 我胡说八道 我不是专业 这小伙子老是专业 我也不知道 金到底听什么范围 没研究过 那这样 那我们这么找 那我们就先听这个鲸鱼教唤 金之歌 然后再听金马之歌 好 咱们这个两首联播 好吧 踏踏实实 来听一下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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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就是像精英马戏团 以这个名字直接出版的 他那个三张专辑 感觉都比较助眠 适合睡觉之前听一会儿 然后就挺舒服的 就睡着了 还是情侣 我看评论区好多人说 这个好 这90让 有点的意思 其实还挺像的 有些歌挺像的 因为之前我最开始 累累住我家的 然后我老给他动画做音乐 然后后来接了好多独立动画的配乐 所以最开始就是做音乐 其实很多都是做配乐 所以思维其实是那个思维 对 那就更像90让了 那也是动画配乐 但是其实宫崎俊我看 其实挺少的 虽然是少女心 但是宫崎俊还真看挺少 我之前老听摇滚音乐 我是一个rugery肉 rugery肉也跟宫崎俊 rugery肉就做这个 太骚扰了 你这比骚扰还骚扰 没有 之后就是造过了 年轻时候造 现在就听点Peace的东西了 没事了 咱们一会儿有机会放压 什么 等等打个逼 放压那个造的东西 首先还是要节目里公开道歉 现场2017年北京现场 承邀我去现场观礼 对我答应了之后没去 放了他好几次鸽子 对真的 因为我自己特别不喜欢被人放鸽子 却忽略了在茫茫人海之中 我也经常放人鸽子 你好真的是经常放人鸽子 你知道刚开始就是加李老师微信的人 跟我说这李老师一个不太好相处的人 搞得我就特别紧张 一直不敢主动跟您聊 主要是因为就是把我的微信发给你的那个人 跟我相处也不太好 其实我跟别人还行 这事儿深了 这事儿深了 来我们接着聊就是这个京马 京马就是他们这一队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刚才听的这属于他这个个人乐队的算是第一个品类 就是这个轻音乐 然后他还有其他的完全就是风格上特别不一样的品类 比如说刚才也提到那叫52赫兹声音馆 对这52赫兹就不用解释了 刚聊过的 Alice的声音 对他这个声音馆实际上他是在全世界各地 再去采集一些这个怎么说声音素材 去了很多特别奇怪的地方 不能叫奇怪 就特别凶险的地方 什么亚马逊丛林啊 对 还有什么大沙漠 撒哈拉沙漠啊 都是一般人不敢去的地儿 去那采集一些大自然的声音 什么风鸣鸟叫 什么溪水 还有那个食人族吗 食人族呢 食人族食人的声音是吗 我一边吃我一边理 我一如献身了 对 点胡说了 真有这种 就是有一年我去那个哪 那个印尼 因为印尼它最右边是那个巴布亚 基尼内亚嘛 那边有大量的原始丛林 里边真的有食人族 而且就在我去印尼的同期 一对傻老外 对一对情侣 跑到那个丛林里边了 然后被抓下来 然后男的被吃了 女的跑了 这个事才被报道出来 特别可怕 婆罗州那边也有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对对对 那边现在就是还有 你什么时候去 在一块呗 太凶险了 活着不好吗 他这个行为 特别像我们小时候 看过一个电影 我就想说 真的 爱情麻烫 里边有一个小男孩 好像是李宾演的 那个角色 好像是他 然后他就是会去 录各种各样的声音 跟我高原院的声音 清晨 我推开房门 下雪了 我张嘴就来 本身上 你说的不对 不是王小帅 把高原院带进我们的生活 是张阳带进来的 张阳带进来的 可是十五六的高原院 那不一样 还真是 十七岁的单车 什么 不是 张阳的导演 冲几座 对 你喜欢吗 喜欢呀 真的喜欢吗 真的喜欢呀 小这俩人 受不了 当时我就觉得说 这小男孩 会玩 会玩 会聊 自己做mex 对 然后就 就挺神的 然后后来发现 在这个现实生活中 在这个真实人类之中 也有一个人在干类似的事 就是这个 竞马 对 竞马 团长 你是怎么想起来 就是跑到亚马逊丛林里边 去录点东西 这种想法 其实最开始都是 就觉得太吵了 太吵了 对 就是每天你早上起来 会被那些汽车喇叭 咣咣咣咣给弄醒 装修 对 大家应该在北京 经常听见那 我前段时间 发了一微博 就一句话 我说这个 电钻的发明 是人类文明的倒退 真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在刚发明的时候 可能大家比如说 都住平房吧 我不知道啊 这年代时间谁后 我觉得就还好 平房不太用电钻 是吧 对 因为它是 好多专目结构 不太需要 反正破楼都是那种石膏板 就得靠电钻 钻钻钻钻钻钻 对 我觉得这玩意 它简直就是 完全毁灭了人类的健康 对 因为就是说 你从石膏层面上 你找不到 不允许人家用电钻的理由 是吧 人家装修就得用电钻 用电钻装不了 但是 你一个楼 里边永远有人在装修 对 大家轮着装 也就导致了 就是你一年下来 可能有半年 都要听着电钻的声音起床 对 我跟你说 就是夏天的时候 是装修高峰 就是一个楼里不止一个 可能你私里面八方 是环绕立体声的 对吧 特别刺激 你挑不出理来 但是又完全没法忍受的一个东西 而且最重要的是说 比如说像个周六周日 你想睡个懒觉 然后他那个时间到了 就开工 把这点钟就开工 然后就呜呜就把你吵醒了 问题关系就是说 北京装修法是规定 周六日 对周末是不能 是不能中修 不允许的 对 不允许的 但是你没办法 没用 你跟他说 人家要不然就根本不理你 要不然就说答应你 然后一会哐哐哐又开始了 对 所以之前就是上个月 故事FM录了期节目 叫生活在逼风 每一个讲理的人 讲了三个故事 最后一个故事 就是电钻的故事 对 就是那期节目 听完第一个故事 把我心里特难受 我就给关了 对 第三个故事 就是电钻的故事 最怕就是在你隔壁 开始钻 对 很像钻穿你的身体 对 你还可以测一下 他那个电钻 是到底多少 都是赫兹 对 然后出一些实验类的作品 赫兹分贝全有 对 实验音乐 实验音乐 放着全热了 可以听梁老师的电钻 对 多扭啊 对于什么人类学观察 看多长时间给你逼疯 然后给你提供一张票 去亚马逊 对 你就是听这电钻 给亚马逊 真的是 真的是受不了了 就那段 真的是受不了 然后因为我 其实14年 我去那边看世界杯 去巴西看世界杯 然后先去 去了一趟亚马逊 那时候去玩去 就玩了三四天 然后那里面 是真没手机信号 然后啥事都没有 你就去那 就听那些虫子叫 特别舒服 就真的就特别peace 就跟现在用那些 什么瑜伽软件似的感觉 我聚爽 然后后来我就当时 被电钻弄得要疯的时候 我就说不行 我还得回去 然后就 其实就这么一个念头 特别简单 特别没有什么高大上 大家老觉得我是那种环保卫士 但是其实我说 并不是 对 就是一疯子跑过去了 那这个东西 就要做什么准备 就跑到那 你现在要问我说 早上明天去亚马逊 我都不知道 我该做点什么 就准备都到那边买 就当时带着钱去就行了 就所以当时 就是传了一个团队 就是包括我长时间合作 那录音师 什么的 然后助理 这帮人 就过去了 过去以后 你买什么东西 在那边 因为是这样 就是巴西的蚊子 还有亚马逊的蚊子 跟咱这不一样 那蚊子都巨大一个 而且都特别牛逼 就是咬你一口 是跟针扎一样 咬的时候就 咬的时候你知道 它就 叮了一个钉子上去 那时候 就是那种 感觉它那吸管 比较粗 感觉 然后所以你在这边 买那些 反正没用 所以都得到那边 当地买那种 专门针对那种 大蚊子的东西 所以就是 所有我们的装备 除了录音设备 就我们设备之外 都是当地采购的 那等于说 你第一次去巴西 就是纯玩 也没想那么多 第二次去的时候 一方面是 躲这装修 一方面就是说 反正来都来了 那我就采点素材回来 就带了各种录音设备 对那次也是 就是想特意进去 进去里面 然后深一点的地方 去录一些更 可能更难听到的 这些声音 当时我们找了一个 那个向导 刚刚李老师 就是特意 你背教老师 我再说别的 老李 这集我看过 对 特意放了CD 我拿了亚马逊系列的CD 然后里面 就是刚才一开始 说话的那个人 就是我们那向导 他是一土著 人高马大的 一米八几 一米九 巨壮 差不多得 你们俩加一块 我们俩加一块 对当时去巴西 因为要给他交费用 然后因为巴西特乱 谁都知道 没事分分钟拿枪给你截了 我去那被截过两次 真的呀 就直接上街 你就走那大马路 大白天光天化日之下 两个人给你摁的墙角 开始摸你兜 是在里约吗 在没有 在萨尔瓦多 然后摸兜 先摸我左兜 我左兜装钱的 然后我就说 那钱给你 要命 然后右兜装手机 然后开始摸我手机 然后当时我急了 然后我就急了 就开始骂脏话 就用英文骂脏话 中文后来也上了 然后就狂推他 我说 钱都拿到了 我帮你翻译 对 你不能 手机不能给你 因为我原来出门 就只带手机 什么数码设备都不带 他说那不行 不能给你 然后就急了 后来一通狂骂 后来俩人愣了 说没想到 这哥们这么凶 然后就后来就走了 我当时后来想想挺害怕 说万一这拿出一枪了 拿出一刀了 我直播就挂了 等下按你的时候 没掏凶器是吧 没掏凶器 但是就直接当街 给你啪往那一按 我就 当时蒙了 我就蒙了 说那就给你 我说命留着 后来想手机比命重要 就看来我 对 差不多咱们这几代人 估计手机 就是命重要 那种 还有几次也是 就是我在那看球 然后想拿出手机 来拍个照片 然后一摸摸出一只手 就在包里摸 包里摸一只手 别人那一只断手 放在你的包里 摸一只手出来 然后小孩 就这样说 不是我 不是我那种 他妈怎么不是你的 手都拿出来了 这不是我的手 惊了 然后还一次在里约 那是在里约 在车站 我背一包坐公交车 人家游客在里约 很少敢坐公交车的 然后我就想 我说省点钱 因为那边消费挺高的 那坐一公交车 到公交车站 又一大老黑 一米九几 然后就给你按哪 把你这样比划 就要钱 然后我就假装听不懂 说啥玩意儿 什么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然后跟着说中文 然后他就一直怼着 我不让我走 然后这时候突然 冲出一黑人大妈 特棒 冲出来 指那黑人就开始狂骂 说反正说扑语 我也听不懂 一动手 然后那人就惧郁闷 然后后来就走 给妈跑了 然后那黑人拿把本账 也就拿 我说咱找警察去 然后到警察那边 那边警察也挨搭不理 他可能见怪不怪 他不就是被劫了 能咋地 那边游客中心 自己问去吧 然后后来这时候 来老头 推这小推车 看是八十多岁了 就快走不动 那种另一小推车 然后就跟我说英语 我说这居然 还有会说英语的 那老头问我干嘛 我说去哪哪 坐公交 那老头说好得了 我送你去吧 然后他就给我送到公交车站 一路上就聊 这哥们是教英语的 有来大学里教英语的 然后也玩爵士乐 什么之类的 我说因为这挺好玩 就一路聊了一路 给我送到公交站 就看我那上了公交 然后才走的 这几次教育 就让我知道 巴西这特别乱 然后回到我那乡党那 在马脑斯 我得取钱 巨款 你想我们团队 这么多人去领 整个费用 十几万人民币 全得现金 开始 对得开始 还得找那边的黑道去取 因为很多途径 取不到这么多开始 然后就在那边黑道 我说这安全 我说取那么多钱 有四叠 特别慌张 然后那大哥说 你看我这样 我活了这么大 没有人敢结果 当时一看 我结你的份 我告诉你 一土著长相那种 你看过那个什么 那个权力的游戏 里边 卡奥那劲 就真那样 然后我就被儿壮了 然后我说得了 那就放心了 带着我跑到那边 黑道的那个小金库 就换钱去了 那钱你取的时候 你搁哪 给他了 他给你管的 对他拿走了 就是相当于他跟那个 那边的公司是 就是他们是一起 就他帮你负责 所有的这些花销的 他去安排所有 不用你自己揣着钱 对对对 这自己揣着 那还不在塞裤杆里 对对 那这塞裤杆里 可能都不靠谱 裤杆里拿出一只手 对对 这又生了 这又生了 节目水太深 就必须全款 对必须全款 因为你进去以后 你就说不好 谁知道你死活 那等于说 那你除了你们团队的这人以外 就他一个人跟着你们 对 然后还有我们在里面租了一艘船 就是租了一个那种叫船屋 就那个houseboat那种的 然后就是 可以睡在里面吗 对 就是可以睡在里面 是不是也只能睡在里面 对 你没地儿睡 要么你扎帐 扎帐吗 扎帐吗 但扎帐吗 太危险了吧 你没办法带补给 你想那么多 那么多补给 那么多设备 就他们一般是因为我们的向导 他带很多那个BBC 还有什么那种 就是那些纪录片 他专门带纪录片 他有经验 你们这么多设备 搁里面 然后防潮也很有那个什么风险 所以他就弄了一船 大船在主水道上停着 就跟航母似的 你要出去录音 你就坐小船出去 然后你想出去几天都可以 反正你横竖都能回到这个大船上 我还说呢 我说你要是说 每天晚上都住船上的话 那你这个只能沿着水路走 还不能离这河远了 现在你是说有一个小船 对对对 跟着你们当一个这种快捷的交通工具 对 大船进不了小水道 因为它是 它因为亚马逊 它有很多水道 然后同时它那个下雨的时候 它会把很多树淹了 你看那个树干都看不见 就直接看下树底了 所以它那个小船才能在那里边穿 听到我特想去 特想去是吧 对特别刺激 再听一会儿都不想去 对 就首先咱们先说工作 先聊工作 你当时是有心理预期 我要录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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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还是到那之后就什么都录 对就什么都录 就是我是一特随缘的人 就现在讲叫佛系 佛系 对对对 你遇到啥就录啥 因为这里边你没法期待 又不像动物园 比如说你今儿去这儿 能看个熊猫 那儿明天看一树树山 你不知道能看见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看见什么录什么 动物多吗在里边 多呀 它算是自然环境里动物最多的一个地方 对对 好像是几千种 那你们进去之后 第一个见到的动物 就是是什么东西 就虫子吗 昆虫啊 肯定是虫子 肯定是虫子 铁定虫子 各种虫子 蚊虫 你知道吃一顿饭 吃一顿饭 你一顿饭下来基本二三十个包 就是一顿饭 就是你每天在这吃饭 就在那喂蚊子 因为你也没办法 不是你多穿点啊 没用 我跟你说我们全穿是长袖的 就全是我钉的一身都是包 它那个包是那种 就普通文文包 还是那种大包 都有 就看有的 有的人的抗体 抗体不一样 对对对 就是反正就 没有后来都气聊了 你就钉吧 我看他们当地人特别 那个习惯 就是闻的一钉 啪一拍一边跟你说话 就啪啪啪啪 这么啪 节奏感 对对对 节奏感都是这么练 扫喷神 对对对对 就是 反正就是最开始 就是这些虫子 你一开灯 啪一开灯 你要是害怕虫子 或者密集恐惧症 你故意就得封 那个晚上灯一开 就基本上就话密密麻麻的 那虫子 那虫子 那个好吃吗 我之前吃过一次 对吧 就是那个 从一个坚果盒里 掏出来一个白色的 肉的 肉虫子 对就是小拇指 这么粗的一个肉虫子 还能扭呢 然后放在嘴里 就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所有人都吃了 不是 这东西就是吃就吃生的 对 肯定就活的嘛 就讲究这个 对 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但是后来他们所有人都吃了 就看着我 就等着我吃了 要不然他们都不走 被架在这了 对 然后就后来我就是得了 就这么着 吃了 在嘴里爆浆 但是 椰奶味的 就真的是椰奶味的 特别像 它是长椰子树上吗 就不知道 但是那里边哪有椰子 对 对啊 但是那个真的在嘴里爆浆 然后一股椰奶味 就充满你全口 你要不想那是虫子还不错 哎呦 感觉是体验一下被椰的生活 对对对 什么都嘎嘣嘴 就可以 反正吃了 吃了一回 后来再也不想吃了 吃吃就得了 别上一页 那说点大家伙 大家伙 大家伙反正就是 就是见鸟见的最多 鹰啊 那种特别大的鹰 一张开翅膀 那一两米那种 然后还有那个金刚鹦鹉 你看过那个 金刚鹦鹉 巨大的那种巴西金刚鹦鹉 对对对 蓝色的礼乐大冒险 就那个不露 长得跟那一样 一毛一样 就特别可爱 但是叫着聚难听 就跟乌鸦叫 那种的 然后但是飞来飞去 特别漂亮 贴上蓝色的 就是那个碧蓝色的鸟 然后鸟见的很多 还有不同其他种类的 然后还有那个 就大家伙 就是那个里面 最大的应该就三种 有一种呢 太危险了 我们只录到了一点点 但是没见到 就是那个 特别著名的美洲豹 就你还录着了呢 对 我每天把录音机放在里边 然后就在那连周转 因为你在里边的时候 它都美洲豹也怕人 你知道吗 太怂了 对 他看人他又躲 所以你就在那里边 把那个录音机往那一扔 24小时那录 然后我们当时 后来回听的时候 听见有一段 美洲豹经过的声音 因为它的声音特别低沉 也就是说 你有一套设备 就是扔在树林里边 然后录它自然的 发声的声音 对 因为人在里边 基本动物都得躲的远远 美洲豹是里面 算是最狠的一个 但是也是最神秘 见不着的嘛 然后还有 没见着 对 没见着 我也不想 我不想见着那东西 还有就是那 凯门鳄鱼 那个多 就是我们当时徒步 就溜了溜 走一天 走到那个 徒步路上 还看美洲豹的爪印子 就是这爪印子 今儿应该是上午 刚刚抓完了 磨爪子 刚磨完 在树上 在树上 就中间路过了 然后后来 反正我们徒步了一天 从早上到晚上 然后穿到一个水旁边 跟那水里还洗澡 太特热 就跳进去 洗澡 不是爽 喝水 然后玩 玩水 然后玩到太阳落山 说向导 你赶紧上来 赶紧上来 我们生火了 也没说干嘛要上来 然后就晚上生火 聊天 吃完 吃饱喝足了 往那一待 然后那向导 不是坏 说给你们看看 我们这是邻居 那手电筒一照 刚才我们那条河里 全是鳄鱼 天哪 我当时脑 那毛都炸 我说这你刚才不告 我就不下去了 白天也在河里吗 也在河里 但是他都在石头缝底的那睡觉 躲在石头 嘎篮里都睡觉 多危险 这要出了一个 一般白天不吃 都是晚上出来 白天睡觉 所以他说 你晚上这帮都出来了 说推吓人了 我说白天跟里边洗澡 说这要踩着一脚 这要先跟你说这边 你们肯定不下去 打死也不下去 反正晚上他们土著还会抓那个小的给你看 当时我们就去 他抓了一个差不多一米多长的一个 那也不小 所以反正就一抓 抓起来了 给你看看 然后看看这个构造 长什么样 他的什么一些特殊的身体结构 什么的 因为他鳄鱼 他那个眼睛有个膜 你知道吗 就他在水里面 他会把那个膜打开 他也从膜把那膜弄上以后 眼睛还能看见 但是不进水了 特别高级的一个装备 对 就跟我们呆一游泳镜似的 因为他一边在河道里 然后他捕猎的时候 他就是把东西先打到那个河里边 然后咬住以后旋转 转 然后他会把那个河水弄得非常浑浊 所以他那个让他能在很浑浊水里 还能看清楚 因为他有潜水镜 对 对 他就是一潜水镜 特别像 当时他给我们看那个 就把他绑到水里一搁 那自动就啪 就开启了 然后对 当时就看了看那个小鳄鱼 然后就回来给人放过去了 说万一那大鳄鱼过来 急了 对 你把人小的拿手里边问天不好 鳄鱼是鱼吗 鳄鱼不是鱼 长得也不像鱼 两膝爬行雷动 这水产大学的 高材生还是不一样 那我学鸡蛋鸡打 还有一种水产那里 还有什么 他叫一种姜豚 姜豚 对 他叫大人家里面 他有一个昵称叫那个Pink Dolphin 就是粉色海豚 粉海豚 他因为他游起来以后 因为他那个血液 就是他会透出这个皮肤 你看他就是粉红色 汉血宝马 对 有点那劲 汉血海豚 汉血宝豚 汉血宝豚 对 他游起来就是在河道里 你看 是有粉色的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味 真好看 对 他特别可爱 但是他就长得跟海豚 基本上一样 就是也是那样大头 然后一个长吻的 但是在河里边 对 就在亚马逊河里边 每天都能见 就是你凌晨的时候 你在那个船上 我们有时候凌晨起来 看看星星 什么的 然后那个周边就有人呼吸 就特别像人在打呼噜那种 当时我还想 不会被那个食人族包围 盯上了 都拿着竹馆 感觉那边已经好多人都埋不上了 那是弓箭 对 后来借着那个月光一看 这海豚那是吃东西的 周围就在那河道里 那粉豚 对 他们吃什么东西 就是鱼嘛 吃鱼 对 吃里面食人鱼 有食人鱼吗 有食人鱼 它其实食人鱼是一类 那一类的鱼都长大牙 所以那 昌类的好像 对 就是那种鱼都是大牙 然后眼睛是红色的 那一类的鱼都吃人 但是它指不定什么时候吃你 它不一定 就是我们在那边见着那种断脚的孩子 什么之类的 就被咬的 真是被咬 真咬 但是是这样 当时有一节目不叫旅行 我知道 那大个儿不是跑到那个食人鱼 那个堆里 它也没咬 两口子 对 那哥们太刚了 反正 对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就向导说 这食人鱼不一定 看心情 对 它又是你害怕 它会招你 因为它说 动物它有一种本能 它能知道什么东西害怕 对 所以你在里面越怂 你就越容易出危险 越刚 对 当时我们那个录音室 还走丢了 我们徒步的时候 就给它吓勾呛 浑身冷汗 但是大喊大叫 不是 怎么能走丢了呢 因为那雨林里边 它那个 基本离这几米之外 你其实好多东西 你都看不见了 就是树特别的密 就是你只能看见一个人影 但是你根本看不到路 因为里边其实也没路 所以你就是走不过去 然后你越来越越来 然后人就消失了 你用几个人都能走丢了 就我们五个人 然后丢一个 丢一个 然后就没了那人 后来就向导觉得 怎么感觉傻 像导演 心够大的 对 他是一土著 所以他比较懂 就是习性 各种 然后他能找着路 然后他一发现 没人了 然后让我们停那等着 然后回去找去 然后回去看我们那 录音室那马克 他就大喊大叫 找路 到处乱跑在那找路 然后回来就说 你们这种行为 特别危险 他说在里边 你越害怕 你越在这大喊大叫 越容易招来 这种猛兽来吃你 因为他们就知道 你什么时候害怕 所以就是这种事 就其实还挺危险 能说能听出 他这个叫喊声的情绪 对 当然因为我们生火 可能稍微好 他那些动物都怕火 所以就是 一直到早上都有火 你在那里边 你自己 比如说进入到 亚马逊深处之后 你又没有一种 想赶紧出去的 对 就是你在里边 每天都感觉 活着真好 就是一开始 哇新鲜 就哪都特别棒 太漂亮 见着这些动物 太神奇了 越到后边越说 咋活着就行 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需求 那你们向倒霉 要给你们讲一些 比如说 咱们如果真撞进美洲豹了 对 怎么办 就不害怕 他撞过好几次美洲豹 真的呀 对 他跟我们在里面 讲了好多美洲豹的事 就他见过几回 就是盯着他直视的 你不能害怕 一点都不能害怕 你就把他吓跑了 你要不把他吓跑 你就必死 把你所有的气放出来 对对对 小宇宙 释放你的小宇宙 盯着我什么 就用眼神 杀死你 对对对 就是你就得跟他 给他照怂了 对 你给他照怂了 他才行 所以这里边 你知道就那个 土著部落里面 这些就是酋长 他身上都挂一串东西 你知道那一串东西 全是就是他干掉的 这些猛兽的 骨头或者是什么牙之类的 你看那个上面穿的东西越多 说明这一酋长 就是越猛 是这样的 原来是他干的 我以为就是一个工艺品 不是 像咱们这都花钱买 就是 他那都是象征 但李珠 这根本时候照眼 可不是想一想的 那样就是照一会儿就得了 有的要照好几十分钟 对 就是你站在那跟他对视 他不见得马上就走 然后你们就谁都不能走 你也不能走 他也不能走 然后你都站在原地就相互看 然后你就等着 把他弄走 他也等着把你弄走 然后你们俩就干在这了 我看有那个纪录片也是说 就要很久 几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 对 你就得跟他那刚 就一直刚着 刚到对 有一方气势 对 刚到一方转身离去 其实是对方 你就不能转身 你要刚到对方转离去 然后你就瘫倒在地 基本上都是那种虚拐 他转身离去 你就冲上眼儿子喉咙 还想跑 对 就是真是这样 他当时跟我们讲了 他跟美洲报的那些事 就说我们就别遇上 说最好我们就绕着他走吧 那你们吃什么呀 是自己带干粮 还是就立取材 带什么吃什么 不行 就立取材早死了 我估计 不不 就是取材 是这样 可以呀 但是就是 他环保的那个 就对他们来说 他们很在意这个 就是一个是政府的管 另外一个就是土著 他们会非常在意 吃虫子 对 他们不吃虫子 他们就是比如 鱼啊什么这些 他们不能随便捞 鱼都不能随便吃 对 他们只能是在一定的季节 他才能捞鱼 就是他 因为他们土著很 很信奉那一套 我以为他们就是那种 完全就是呆什么 吃什么那种 没有 就只有 就是我们这种文明人 才逮什么吃 这听起来谁文明 因为那个是这样 就巴西那边 他原来有好多奴隶 就是原来弄过去 偷橡胶的那些 后来就是 葡萄牙人跑了以后 就把那帮人留在那了 然后那一部分人 还住在亚马逊 我们租船的那一部分人 就是钻石叫原住民 对 就是都是那一批人 几拨人 一个是最开始的原住民 一拨是秋特牙人 一拨是他们跑来 从非洲运过来黑奴 对 也有亚洲人 就反正他们就混去 混到一起 有好多日本人 对 好多日本人 就是全都弄那些橡胶 然后所以那些人 他们其实是不吝这个的 就他们在那 就是得什么吃什么 然后但是土著 是坚决不让你在里面 人家就信祖灵 对 人家信这个 还挺讲究的 其实是 然后所以我们在里边 吃的基本都是外面带的 然后里面买过几次鱼 还能买鱼 跟谁买 就跟那些当地人 有人住是吧 对 里面有很多人 他们有那些就是管理员 就相对于那种护林园 住在里面 然后可以找护林园 去买鱼 他们会逮 他们就真的就住在 这个丛林里是吗 对 就护林园 就是护林园 就跟我们护林园一样 就住在那个林子里去 因为我们进去 还要看你的这些护照 包括你还得申请 因为申请还花钱 住在里面 就必须是那种 就是你得有正当理由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比如说你去拍 嫉妒片这种的 都必须向国家申请 就跟巴西政府申请 然后我要进到这个深处 然后你得一个人一个执照 你得到那当地去备案 海关那种备案 因为它里面 其实很多那种军事机密 游客不能随随便便进去 所以当时我们办了一个执照 才能住在那个深处 要不然你只能就是进去 然后马上出来 所以它算一个保护 也算一个保护区 所以你不能在里面 随便吃这些 但是你在外边能买到 你在马脑斯出来 他们那个大排档 专门就专门炸那个食人鱼 特好吃 我刚刚就想问 我食人鱼好吃吗 好吃好吃 就在一开聊吃的就这样 但是你说它要吃过人的鱼 你得吃它感觉有点 没事还是挺好吃 替人报仇嘛 解解恨嘛 你吃我我吃你 它有的鱼吃起来跟鸡肉差不多 就特别像 因为我们那个 金刀是吗 对我们那录音师 它不吃鱼 它以前被鱼刺卡过 可能 太害怕 有阴影 但是我们进去以后 带那好多鱼 吃起来跟鸡肉一毛一样 然后就在吃的 不开心 后来才告诉他是鱼 太坏了 行 那我们那个也先放手鸽吧 好 对聊半天 一会儿这产没聊完呢 还接着聊 太有意思了 太刺激了 对 而且就是 星宇呢 他本身有这个 精英码集团的这个 三张独立的唱片 同时呢 又做了一个三连张呢 这个叫亚马逊三部曲 做了三张专辑 然后其中有张专辑呢 叫做时间之和与未知 然后放下里边一首歌 叫做少年的奇幻之旅 他这个就是跟他这次 亚马逊有很大关系的 对 就刚才讲了这么多事 里面里有好多那种 萨满啊 什么黑黑科技啊 黑科技 萨满黑科技的这些事 都在这个专辑里 行 那我们现在听一下这首歌啊 好 咱们试试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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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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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祷祷 祷祷祷 祷祷祷祷 祷祷祷 祷祷祷 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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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祷祷祷祷祷 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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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 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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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 都是我们编的 小时候编的 小时候全都是 到底在学生里 对对对 十个叶 十人组 十个例子吧一开始 十个胆吧 对对对 哎呀 聊远了 后来十个叶子 北京这 看出来真的 开凶了 这些学校 这些小时候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小学时候的笑话 对反正那里边 也都是这种诡异的 我都是想 我们跑了这么 上万公里 到这么一个 没什么人来过 那种人际罕至的语林 怎么着 都有点牛逼故事 全是红 后来录不下去得了 一开始向导 还跟我们翻译 后来就是他们笑 都断气 都别翻译了 说这你录了也没用 我觉得这挺牛逼的 你想你回头 做一个音乐 专辑三部曲 里边 然后那一首气势磅 大歌 然后里边插一段 在当地土著 到外边那说 谁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吃一黄段子 多些耐艺术 对 那我算明白了 整个人这一趟 相当于 你们就负责游山玩水 去布都串门 吃好吃的 听黄段子 所谓的你们这个 什么录音彩样 就把轮机 往这个树坑里一扔 就不管了 玩一遛够 然后回头把轮机 一收回家了 没有 平时也还录 我拿着长枪短炮 那种 白天收 那种大株干一样的 白天拿那个录 相当于那些录音机 放在一些地方 录那些随机的 随机的东西 我在想 比如说你白天 拿着那种 长枪短炮 举着录 你知道你录的是什么 知道 你看着 因为你能看到 但是你扔到那雨林里面录音机 其实你不知道 那里边是什么 对 有没有听到过 说这声音 我都听不出来 是什么的声音 很多 但是我们有向导 他会告诉你 但是我们这里面 录了一个东西 他也没听过 就是蚂蚁的声音 蚂蚁还叫 你知道吗 蚂蚁 天哪 蚂蚁的叫声 会叫 对 蚂蚁还会叫 蚂蚁 就不同的蚂蚁叫声 还不一样 当时我们录了两种 一种是切叶椅 就是切叶椅 就是把那个叶子 切碎了 搬到窝里 搬到窝里 种蘑菇的一种 真的厉害 真的飞 特飞 飞着就出来了 然后那蚂蚁 我们看 就巨大个 然后就在里面挖挖挖走 然后就成群绝对 从树上搬那个叶子 进窝里 我说这挺神的 然后就拿那话筒 对着它们 然后一对 我就听点声了 就咕咕咕咕咕咕咕 这么叫 我听傻的 说这好像居然还能这么叫 不是 就是说这声音是 你拿耳朵也能听见 耳朵听不见 只有话筒能录出来 对 因为话筒 它指向性很强 而且能放大很大倍 很多倍 所以它很多东西 就能细节能听见 然后后来 我们就跑去录 那个白蚁 白蚁那边 那个白蚁窝特 大到处都是那种 一两米高 那白蚁窝 然后我们就把白蚁窝 抠出来一小块 然后去录 然后录完 再给人放回去 你还挺好 我也以为你 扣一空眼 然后把舌头伸进去 食以肉 不是那玩意咬人巨疼 你不知道 我们被各种蚂蚁咬过一遍 我就巨疼 有一种蚂蚁就是 长条的 然后小小的红色的 那小红蚂蚂 咬完了以后 你就身上跟被火烧了一样 就是那种灼烧感 有一次我就被咬 后背被咬 就整个后背跟着了一样 巨疼 我们录音室那哥们也巨疼 眼睛被咬 肿一大蹦 因为我们在那放录音机 往树上放录音机 然后他就直接被咬了 然后还有一种 就子弹椅 就旅行 他们的节目 那哥们不是 给他咬休克了吗 那么狠 巨狠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边 被子弹椅也咬了 就走路上 就刚好看他们在那 不知道干嘛 列队搬家 就怎么着 走过去了 走过去 结果发现他见谁都咬 就钻到鞋里巴巴 咬你 继续疼 然后后来连手机都扔了 我们走 就是那边远远的一块 就把手机扔出去 然后就跑 我说为什么扔手机 不是因为手机掉地上了 谁也不敢捡 我天 然后当时就赶紧拿一脚 往前一扔就跑 碰见结尾都没有屈服 当天蚂蚁 怂了 怂了 吓好了 太疼了 那真的疼 他那为什么叫子弹 就是咬你一口 就跟子弹打了一下 然后后来还有 也有在里边特别热 老川那个 这不是送死 找咬他吗 但是就没想到这么猛 然后就被白蚁 我咬的整个满鞋 都是后来他嵌到肉里去 你把他身体拔下来 那牙还嵌在你肉里 一个一个拔 一个一个拔 听着都疼 巨疼 然后反正就是在那里边 就最狠的 我们被虐待的就是蚂蚁 这些蚂蚁 你读他那个声音 是不是每一个蚂蚁的动静 也不太一样 对就不一样 当时我们反正就找了两种 稍微不是那么凶残的 一个就是切叶 也就是飞的 他种那蘑菇 吃啊 对 他不吃叶子 他吃蘑菇 对 都以为他吃叶子 结果他不是 他拿了叶子 叶子种蘑菇 原始的农耕文明 这俩东西都不是很健康 聊远了 然后白蚁 白蚁也都是 没那么凶残 录了一下 白蚁的声就特别是那种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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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这种就像那个小时候盘核桃那时候 男成的白蚁 好多好多人一起盘核桃 好多人一起盘核桃 特别密集的那种 什么核桃节 所有人提龙下鸟盘核桃 然后后来我回来查了一下 蚂蚁还真的会出声 蚂蚁除了触角以外 还会用声音交流 还真有这种学术报告 这样的 等于说你在那边 就是这种什么虫鸣鸟叫 还有各种野兽的嚎叫声 声音采样了一大堆 获得之后 你那张专辑里边用的一些声音素材 就是从这里边 对 三张专辑不太一样 第一个就是完全是声音组成的 第二个里面是我们 就有点像声音纪录片 里面就是我们在里面 做的很多事情的这些录音 然后第三个就是创作的音乐 所以三张专辑是完全三个不一样的 三部曲并不是说 按照这个作品分的 是按照它整个的 不同的这种内容分的 对 就是一个是客观事实 一个就是我们跟它的交叉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完全是 我们角度触发的东西 有意思 要不然我们来放一手 再放一手 放一手 就是跟你亚马逊系列有关系的歌 就是你有一个 也是现场版 《时间之和与未知》那一首 我在现场演出的时候 这一首也是在我整个的演出的里面 其中一个 好 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时间之和与未知》 《时间之和与未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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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一般我们认识 因为我们都认识还挺多音乐人 做云创音乐的 但是赶跑的什么西马拉雅 它是西马拉雅 亚马逊丛林 大丛林出生入死 叫这些动静出来 我觉得一般人做不到 所以本期节目也是由全球领先的办公空间社区和服务提供品牌 WeWork过名的赞助 是中国创造活动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非常符合中国创造的概念 是吧 此处应该有掌声了 我直接看你的纪录片里边 你说一句话 你说在亚马逊丛林里边的时候 你有一种感觉 你觉得自然不是人类的对立面 但也不是我们的母体 这前半句我能理解 但后半句就怎么想 其实你刚才听我聊这么多事 是挺好笑 但是你真在里边 你觉得挺害怕的 对 就是那种你分分钟面临这样的危机的时候 然后一个是这方面 你有一种亲身的经历 这东西真的是有点矛盾的 另外一个就是从声音的角度上 人的说话频率 我们发出的很多频率 它其实是跟很多自然世界的频率是冲突的 因为在自然空间 人发出的这些声音 然后其实在很多地方是没办法传播开去的 但是就是在亚马逊里面这些生物 它们有一个特定的频率 去传播它们的这种语言信号 但是这些都比人类的频率要高很多 所以当时我们是通过这么一个 类似于技术的层面 我来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 我怀疑它就是和这种自然的关系 并没有我们现在想的有这么简单 因为可能你大部分人觉得自然就是那种 身心灵做个瑜伽 一般都说回归自然 对那都是胡说八道 你真在自然里 就是真的 那都是人类改造过的 那公园都不叫自然 那都是草坪都是种的 草坪是自然界没有的东西 你知道吗 草坪那都是人家 欧洲贵族发明出来的一种权力的象征 你没看那美 对 美国那个大别墅 草坪越大的 说明这家越有钱 真正的自然 就包括咱们一会可以再聊聊 梅罗哥什么之类的 你在那里面分分钟 你想的就是你能不能活下来 就是什么叫回归自然 你去的时候你让那些猛兽给吃了 这叫回归自然了 对哪有工夫让你这做一天瑜伽 就黄石公园那巴出来一熊 那边出来一狼你也受不了 而且好像就是说 很多动物发出来的那个声音的频率啊 就是说是人类的声线远远达不到的 对达不到 而且它在一个频率范围之内 这个特别神奇 就是它有一种规则 就相当于虫子它特别高 然后哺乳类动物 很多鸟啊 它都在一个频率区间之内 所以这些东西就跟那些自然的 就是环境完全融合一体 因为比如说自然里边水流啊 还有很多这些风声啊 什么都在一个很低的频率 它会隔掉那些频率 然后在那个频率之上 有一个频率 它们都在那里边 而且它不是一直发声 它就会端端续续 所以互相之间都能听得到 就跟商量好了一辆 但是人在里边 你叫什么的 基本就会被那些丛林的声音给淹没 很难融入进去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很多自然环境 其实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我就有这么一个疑惑 就是说了那么一句话 把这个节目给聊深了 本来我们不是插着玩 本来我还挺想去的 本来也说前半截 说着我特想去 听了后半截 我怂了 你说你看咱们俩之前在交流的时候 好多这种议题 我都不敢去 也是因为我这个知识太多 因为我也喜欢看书 看纪录片 尤其野外的这些东西 看完之后 其实越看越害怕 就害怕了 无知者无畏 所以说明一什么道理 说明还是我无知 你对无知直接去了 在节目下我还问他 我说你要再去一趟你敢不敢去 我得想想 真的得琢磨 真的 你要真跟我说 那有什么鳄鱼 豹子这种 我觉得一般人也碰不着 而且你有向导什么呢 他也能稍微保护你一下 但你说天天让这蚂蚁跟人咬 这我受不了 我本来我就特别怕蚂蚁 蚊子还有蚊子 对 就想想就难受 太疼了 一天几十个包 那你这原来的旧包 还没下去呢 新包就长上了 都变成一个包人 那我们一一不舍 离开了亚马逊丛林 下一站 下一站哪 这个 咋喇喇喇是吧 对 就后来又去了趟摩洛哥 是同一年吗 没有 是17年去的 17年夏天的时候 去的摩洛哥 也就是说咱们要是 刚认识的时候 就把节目录了 还没摩洛哥 还没有摩洛哥 对吧 你看这节目就是在攒着路 那我觉得还不如再过 你这不定还去哪 我认识摩洛哥好 你看亚马逊丛里边 特别湿 特别潮 有好多虫子 芭芭干 对 到非洲摩洛哥 撒拉沙漠里边 就没这些东西了 也不用说每天被蚊子叮 确实没蚊子 太热了 蚊子 热成干了都 这熟了都熟了 熟了 那里边反正就是跟亚马逊有一个共同的气质 就是死亡的气息 就是你在那里边更绝望 比亚马逊 亚马逊是那种绝望 就是你放眼看去全是东西 但是哪个你都不敢吃 撒拉里边放眼看去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是你啥也吃不到 也就是说你那个 在亚马逊的死亡威胁 主要来自于其他的物种 对 在这个撒哈拉 真是 没有物种 小学的课本里就一直在学撒哈拉沙漠 这应该是对于我们来讲 全世界最著名的沙漠 沙漠的代言人 对 网红 网红沙漠 对 里边就是 怎么说呀 Windows桌面 这么一说应该大部分XP XP那个桌面 对 但是就是说你那种所谓的死亡威胁 如果说没有什么猛兽啊 毒蛇来攻击你 那你就带够吃带够水呗 这有什么威胁 我们当时进去我也太疯了 就是下午的时候就跑进去了 一般人家没人那时候去 都是早上日出的时候 然后下午日落的时候跑进去 但是我那个就想 看看这个最热的时候 什么事 无知 对无知 真是无知 然后就忽悠当地人 反正给钱他们就去了 人家不怕 人家不怕 但人家后来也怕 当地人都怕 对 我就说往里走 一直往里走了 呱就进去了 开始皮卡 不是皮卡 皮卡进不去 那个沙漠的那种车 就是沙滩车 连皮卡都不能进了 皮卡开进去都陷进去了 他得坐那专门的沙地车 然后就呱进去 进去以后就开了 得有大概两个小时吧 开始路 那个地方就是没地儿躲 你知道那太阳照起来 沙漠就是全都是那种尖的地方 一点阴凉都容易 那已经就是沙丘里边了 对就在那个 就是桌面 Mindos那桌面 特别漂亮 那沙子特别细 哇那个风景特别好 上来哗哗先拍照 自拍 各种人说得最漂亮 张发朋友圈 订位撒哈啦 不是没 根本连信号的 没来的信号 就是反正先一通自拍 就是先打个卡 打完卡以后 已经坏了热了 没地儿躲 但是我们还好穿的衣服 当时我也知道 就是那里边太阳晒 该怎么穿 就穿的是那种 冲锋衣 巨热 目测 没有拿东西测 大概得有差不多五六十度 五十度带有 对 当时然后我们就在里面 里面录 当时也带了一些录音设备 录什么呀 沙漠啥都没有 有什么声音 反正就能录什么 录什么呗 就是 沙子流动的声音 对 对什么呀 真有 我们把那录音 就是那个录音设备 就水下录音设备 埋进沙丘里面 还真有那沙子 滚动 因为它那个沙漠不是死的吗 它是一动活的 对 它会有那个风 会吹着它往边上走 它那流动的声音 还真能录下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风声 然后那边还有一些 偶尔能看了点枯草 特别枯那种草 对 然后天上偶尔飞两只鸟 就只有这点声了 地上没有跑的什么蜥蜴 什么蛇 没看着 看着就肯定吃了 谁吃谁 那不是贝爷吗 拿起来嘎嘣脆 这可能有 说可能 但是我没见着 反正是 就只能录到这点声音 但是我觉得 这其实体验还蛮珍贵的 就是这种 对于死亡的一种 就是认知吧 就是你在里面 是一种绝望 就是那个时候 你就会倒计时 你知道吗 就在里面 就一直倒计时 就是看看你还能撑多久 你得打上一个两个小时的余量 再跑出去 然后所以当时我们录了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吧 就后来就不行了 连当地人都不行了 当地人把我们的水都喝光了 就我们带了两大桶水 然后结果当地人把我们水都后来不行了 我说你喝吧 但是里面有一个 我当时觉得 我就做的一件特别明智的事情 你知道那个 就是上了岁数的这种音乐人 人手一个那个 保温杯是吧 保温杯 它不光带热枸杞 它还能带冰镇矿泉水 当时我就背了一大保温杯的冰镇矿泉水进去 哇塞 你想在60度的高温 沙漠干渴的情况下 喝一口冰镇矿泉水 它这个给了我一个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怎么 我人生之中第一次知道 保温杯是可以保凉的 保温嘛 我一直以为保温杯只能保热呢 只能保热呀 对啊 人家叫保温 保温嘛 我以为的温是那个温度 温的温的温 保持它的热的温度 热度对 哇太牛逼了 对这个当时 生窩小肠石 太好了 这哪生窩小肠石 这就是常识 因为我的保温杯只在冬天使用 对 然后夏天给你拿出来了 那水永远凉不了 对 所以你看这个老艺术家 我们每个人一个保温杯有多重要 夏天的时候一口冰凉的 冰枸杞 对 我那感觉真的是 就是那种生命之水 你那时候觉得太好喝了 就是60度的那种沙漠 就是在倒计时的情况下 喝这么一杯水 太开心 特别幸福 就幸福两个字怎么写 我觉得你去摩托哥什么撒哈哈 根本就不是去录什么声音了 完全就是给你整个游头 跑回玩去了 对 那种地方其实是算是 但是也是一个 就是为了想去一种体验 就很多时候就是录录声音 也是一种一种体验 就是你好多时候 你得到一种极限 你才能有一种 就跟你说的 你才能制造保温杯 对 不过这个就从地貌角度来讲 的确是我们最不熟悉的地方 是 因为我们熟悉的还是一些 平原 丘陵 盆地 山地 对 沼泽 是 是吧 就是你说沙漠跟雨林 应该是一般人最不容易去的 因为它不适合人类 对 它离我们也太远 对 我们在一个这种温带 北京啥也不知道 连海也不靠的 对 这里面其实是我们想象的 很多的地方 对我来说 小时候就老想象这种 奇奇怪怪的地方 不是什么百慕大 金三角 金三角 对 雨林里的食人部落 前两天也把小时候那书翻过来 特厚一本 叫什么世界神秘大观 小时候天天在厕所里翻 一边拉水 一边翻那 我每次看那个都是 一边看一边害怕 一边害怕一边看 就是那 停不下来 老翻翻好几遍 就这些地儿都老想 就全都去一遍 去的地儿都是寻死的地儿 都很危险 但是你没发现 但是其实人都这样 就特别作 很多东西越危险 你越想玩 玩完了就越更想玩 所以你看小时候 大家都是看着那些画册 世界地理 奇观 什么之类的 但你小孩什么都不懂 的时候 你都觉得这个地儿好 长大了要去 真长大了之后 绝大部分 要不然就把这事忘了 要不然觉得这东西太遥远 或者太危险 或者太什么了 这个是真的大自然 对吧 大自然形成的奇观 就摩洛哥除了这事 还有一个 我还跟那个摩洛哥的 那个当地的音乐家 在卡萨布兰卡 见了一面 然后录了点素材 再做了一张专辑 这太帅了 就那个是 是这样 我当时在Facebook上 就是广撒网 就搜一下卡萨布兰卡 musician 然后搜了好多 但是他们说法语 然后我就英语 跟他们说 我说我是一个中国音乐人 去卡萨布兰卡 然后咱能见一面 而男的女的都发了 然后结果这么一帮人 有一个人就回了 是一个参加尔裔的一个 在摩洛哥的这么一个人 做他的非洲音乐 当时我就去了 卡萨布兰卡 我就找他 但是哥们说法语的 英语不会说 然后我说英语 他说法语 我们俩就声聊 怎么聊 就声聊 真声聊 然后结果 你俩翻译软件 没翻译就声聊 就翻译 声聊 声聊聊得好像还挺明白 第一次见面 我就约他 我说我几天到几天 我要去撒哈拉了 说你能不能在火车站 咱俩碰一面 他不再住在城区 就坐火车过来 我说行 然后他说什么 然后他说感觉聊明白 然后就在那火车站等 然后等了约的时间 基本上也过了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我说坏了 这人不是一骗子吗 但是然后后来等半天 一个多小时不出现 然后后来终于发了短信 说我到了 到了以后 那哥们 堵车 对 堵火车了 来了以后 来了以后 就开始聊 他说法语 我说英语 咱就哗哗聊 一通聊 感觉聊特开心 他送我专辑 我也送他专辑 然后就聊 你做什么音乐 我做什么音乐 感觉聊特好 就聊明白了 然后我说 哪天回到卡萨布兰卡 你到我这来 咱们做点东西 录点音 然后他说行 然后我们就说行 走 然后我就去撒哈拉 去完一圈 回来卡萨布兰卡 说你来 被我住在什么地方 当天 然后那哥们还真就来了 然后最神的 就带了两哥们一块来 撒大老黑 就直接进屋了 直接把他摁条 然后对 你知道我们那录音师 就害怕 你知道 就是一块去亚马逊 那录音师 他真亚马逊 这么倒霉 亚马逊都写了一主 撒哈拉可能也写了 然后就来 就跟我想说 这帮人 不会是骗子 就这么一帮人 怪诈人 撒大老黑 在你屋里 一顿 一顿护琴那种 护琴 他挺好玩的 那些乐器都特别好笑 有一个乐器 那鼓手 拿着一个大果壳 那果壳放在一个枕头上 然后那个枕头 再放一破箱子上 然后拿破名脚带 巴巴一粘 鼓 就是个乐器 就是一鼓 还是民族乐器 扑咔人 对扑咔人 然后还有一个被子 两根弦 然后就拿一根 扫着那瓣 扫着瓣 然后插在一个果壳上 又是果壳 弄了两根线 弹被子 然后那个主唱的 就是我认识那哥们 他那乐器 叫Cora 他说两根 那个什么扫巴 还是扫巴 然后穿了一堆 就是尼龙绳 中间一大果壳 弹起来就像竖琴似的 那种琴的音色 背向竖琴 对 特别好听 然后一通路 然后一通聊 特开心 都是果壳网 打广告 然后我那哥们就说 这帮人不会骗子 最后扎你一笔狠的 当然特像 录音费 对 我说你当时特像这种情况 然后哥们就等着那种 因为语言也不通 然后后来我就请他们吃生蚝 因为摩洛哥生蚝特便宜 不到人民币五块钱一个 巴掌那么大 当时我们把那边生蚝全包圆 然后哥们也不吃 我说这等着 是不是憋端大的 然后也没聊钱的事 特害怕 特紧张 后来说请你们吃个饭 哥们几个说 没事 别这样 然后就说 他非得请他们吃个饭 那行 那就那边吃一汉堡 然后就到那边那大排档 大时代 大时代 一人买了一个十几块钱的套餐 然后背开心 哪儿东西就走了 什么钱的事都没聊 我当时我就特感动 你知道吗 就是一开始真的 那驾驶来的感觉就是说 我弄你 对 就跟你很全是把你钱包都给掏空 那种 然后对班害怕 然后走了以后特开心 然后录了好多他的那些彩样 好多当地乐器来给我们介绍 什么的 对 搞音乐人还是 单纯 特别纯朴 摩洛哥这两件事就让我特别的 印象特别深 一个是那边真的音乐家有意思 这么纯朴 另外一个撒哈拉那边真的保温杯 太好使了 而且摩洛哥我之前跟朋友聊过 应该也是算是这种 比较热门的自由行国家里边相对比较乱的 对就去那儿去摩洛哥不被骗 不被抢 不被偷 其实可能少 对就基本上是那一大片里边最乱的一个地儿 反正骗子太多了 我之前去印度也是 反正跟你说话的基本上90%都是骗子 如果你是个男的 女的 对 女的那就不光是骗子了 那你回来之后 你找他录那些东西 那相当于是你把他这些音乐 再做一些你的一些 后期 然后出称专题 是吗 对 我当时就给他弄了一个title 就是说这人是一个 他确实是一个影响诗人 然后但是我让他唱的一些事都是乱七八糟的 比如说原来这地方是在海底下的 他突然有一天那海就干了 然后结果这些房子漏出来 所以都是蓝色的 被海染了色了 然后就讲一个人工智能 在未来探访地球 地球文明的这么一个故事 编了一个这么一个古老的一传说 这就是他的歌的歌词是吗 没有 就瞎编的 他歌词不知道唱的 没什么黄段子跟你说 说吧 反正他 对 有黄段子 对 就是唱他的那些东西 我给他编了一别的事 太牛了 那这专辑出了吗 这专辑马上今年会出 真的啊 对 这太期待了 很期待 过歌上的诗人 对 然后整个的叙述都是拿人工智能去做的 民何成 对 就反正是今年的一个要发的一张专辑 行 等这专辑发了 我得好好听一听 从卡法布兰卡传出来的 从卡萨布兰卡到撒哈拉 到撒哈拉 对 那等于说啊 你这个 16年是这个亚马逊 拔西 然后17年 摩洛哥 撒哈拉沙漠 然后18年 去年啊 沿着这丝绸之路啊 去了咱们这个新疆地区 对 然后还给自己的项目起了个名 叫这个寻生西游记 然后还在摩托网众筹 是 骗了好多钱 没有 那叫云氧 不是众筹 之前那个王师傅专门跑过来 就在这办公室 跟我们聊半天 云氧计划 对 说你们的电台也得搞起来 玩这种骗钱的事我们不干 哈哈 你看 有人干了 对对对 然后拿着大家的钱啊 这个送你去了西 西边啊 西域 送你去的西域 什么什么什么 金马西 西游记 对 西游记啊 那还是上西天 然后去那边 也是有很多的 特别精彩的经历 但是因为这个专辑也没出 是 所以呢 这关于它这个新疆型的部分 我们今天呢 就先不聊了 约下一期 约下一期 下回聊了 著名节目 下一期还得来 哎呀 你看还知道流寇 对 就为了蹭热度 真是 指不定几年以后了 哈哈哈哈 那这样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再来放首歌 好 来说放一下他那个摩洛歌 嗯 是吧 但是这个专辑也没出 啊 这个我们也 也没歌可放 那这样 我们放一首啊 就是他的 另外一个 这个音乐组合 刚才我们放了几首嘛 也有他这个精英买团的歌 然后也有呢 就是啊 应该是有52赫兹啊 出品的这个亚马逊三部曲系列的音乐 嗯 风格其实已经有很大差别了 嗯 再放一个啊 就是他最开始提过的啊 他跟这个小老虎 雷雷 三个人组的一个角度 嘿 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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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角 南号 对 然后就这个乐队 这个其实现在有点这种玩票形制的乐队了 是吧 就是大家开心在一块玩东西 对 就不定期重组出张专辑 也出了三张专辑了 嗯 你说这个部门是有多闲 听了也喜欢音乐 对 就光这光这已经九张专辑了 高产如母猪嘛 哈哈哈 对 然后听一下他们这个黑乐队的一首 就是我个人一直以来就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小老师一定也特别喜欢 这歌名字就叫做大椰子 椰子 又回了大椰子 还是亚马逊的这歌曲 难听是有大椰子 是一个大椰子 椰子不错 是吧 大椰子 在我刚刚毕业的时候 有人告诉我 狼仙凭说孩子请放心 无论你学习好学习坏 你都找不到工作 你都找不到工作 可是必须更难过的是 有人把我的大椰子偷走了 哦天哪想想想 我还如此年轻椰子 椰子不能没有你 喂干嘛呢 我在火车上 我去找我的大椰子 嘿 你还有这闲工夫 找的单位没有啊 还说呢 你前一段给我推荐 那什么热片 中黑一台网 头一百多元建立了 一个面试也没有 新有着魔法 自得掌 把手机再关了 把这银单位都找不到我 就让你找不到 那什么力道以后 下面不下公司 等当初 放个椰子 小五 怎么样 知道我在哪儿吗 喂 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 我椰子呢 在我这儿呢 找我来啊 来啊来 最近已经几位别了一炮石 解开安全带的时候 发现车说没有纸 把毕业去向表楼 成一团轮轴机舱 我已经空降云南丽江 吉祥村骑着二把自行车 有头扭荡住了山路 于是我也只能够腾云驾雾 到二个家画壁画用手图 二个家一家四口一二一语 我说我能辅导他们学习 我在学校曾经有意 英语还早早的过了 四级以为等子弟弟律师 还有代步 但是孩子们说我只能够喂猪 我说我是艺术家artist 但是他们都看不懂我的壁画 大叶子买一串椅咯 快把叶子给我 嗨 都这道来了 不想知道吗 哈哈哈哈 録音丢 ·网绢 瑞王 每次面试 那个考官好严肃 他说到时候我打电话 面试的人太多了 他们好像每个人都叽叽喳喳的 我插不上嘴 半个月了还没有工作 女朋友劝我别急 我不知道还要不要上班 我还是想想我的大爷子 小老虎还是很想要他的大爷子 这时候雷会做何反应呢 请电视机前的您来选择 A 小虎我给你吧 B 你工作早了吗 C 没戏 怎么样 挺好了 太牛逼了 因为我个人是小老虎音乐 还是比较喜欢的 他哥我都挺喜欢的 但我觉得这首应该是他最好的作品 这首都最好的作品 所以我当时觉得我们是superstar 非常非常 这个特别牛逼 特别牛 天马行空 特别肥 这是哪年的歌 09年 09年 我们应该08年做的 多么超前 完全超越了时代 真是 所以那时候没人喜欢吗 没有人喜欢吗 所以我们才玩不下去了 真的真的 就你没精码的歌跟你说 我真是 没法听 没法听 我得说句功道吗 轻音乐也是很好 可以助眠 是吧 这个听完以后很兴奋 对 感觉来到了热带 这歌特好 真好 我特喜欢 年轻的时候飞太多了 然后就到现在这时候 就得来点那种chill 这个不不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来这个 这个好 你说这边有你唱的 哪是你唱的 刚才那里边其实有 就那种什么 那里边有新疆 新疆的葡萄熟了 特别混 就是它是两条线 一条线是小老虎找椰子 对 还有一条线是 找工作也是他 也是他 都是他 然后雷是偷椰子 偷椰子的 对 然后我就是旁边说书的那种 旁边唱Rap的那个 感觉特别像那种 就是非常吵闹的 法国电影 就是特别无稽的一件事 一个人拿着一个人东西 然后俩人开始相互 就逗贫犯贱 绕着祝福转圈 对 然后跑遍全世界 最后 就为找这大椰子 为找这大椰子 就是 其实你说你要说 为什么是大椰子 其实我也无所谓 当时不是 当时是这样 就这歌特别巧的 就是当时这歌 原来是做给海南 一个这种旅游的这种推广 就这还能卖出去 这不是这被毙了 这世代毙 这什么玩意儿 不是 不是 不是我们加了词之后 是加词之前 这个音乐部分 是给他们本来做一广告歌 然后被毙了 毙了以后呢 特别沮丧 我就跟他们俩说 哎 做一广告歌被毙了 就是拿不着钱 然后他们说 你给我听听呗 然后一听 说这有意思 然后就说 那就给他编点词 然后给改一改 然后给我们做成首歌 然后那个就 所以才把这东西 又起死回生 给做成这大业子 当时我们就在棚里待一天 当时我那边 就实习的地儿 也有一个录音棚 然后平时 我有一号是随便去 然后我就周末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个棚里 待了一天 就是献编 所有东西都是献编 词什么都献编 对 就是我们当时正常 日常生活 我们刚好我们那会儿 刚毕业 我们仨都没找着工作 就是我们仨 就是那种毕业之后 就是没工作过的 都找不着工作 然后刚好那时候 那个郎先平 不是老在那聊这些事吗 老聊经济 说你们学习好 学习快没用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你就找不着工作 然后所以就 我们就把这词 也都编进去了 然后雷雷当时 刚好也去丽江 那会儿有一段时间 画壁画 然后给那个农民的房子 上画壁画 这个艺术项目 都是真人真事 都是真人真事 然后去了 对 去了以后 人家也看不懂 你这啥玩意 说我这是艺术家 你说你管 艺术家 艺术家 我们也不会喂猪 在农村也没用 然后就 就这些事 都是我们当时 真实故事 小虎那会儿 也在面试 连房产中间都去了 不是 他还找工作呢 对 他当时毕业之后 还找工作 那真是我们 仨都找不着工作 那状态 就全写里边了 大椰子 纯是一个 因为这歌 原来给海南写 真不绕回来 然后纯是 编啥就编椰子 就丢了一活 所以你看 对吧 艺术家 就是造梦 你知道吗 我不用真的在海南 我也不用真的在海边 吹着海风 抱着椰子 我就在北京 特惨一地儿 鼓啊哈 我们就能编出 这么一歌来 听着跟海南一样 对 我丢了一海南的活 对 然后就写上 大椰子之歌 对 就当时状态就那样 仨是真穿上秋裤 打篮球 穿上秋裤 你这冬天还是夏天 就当时我记得 写这首歌 说应该是 类似于快秋天 冬天那会儿 那穿秋裤是合适 对 那会儿当时特冷 然后穿秋裤 但是一打球不就热了 然后你就脱裤的 也不合适 然后但是穿一秋裤 还好能遮一下 哎呀 这画面太瘫了 然后把外裤一脱 穿上秋裤 然后我们仨穿上秋裤 就在你们学校 就在原来我住首诗大 住首诗大 对 首诗大不是 一个球场特有名 然后那篮球场 我们就老去那打 然后仨人都没工作 反正闲 闲就在那凑一块打篮球 穿秋裤打篮球 真的太了 对 这就班本说良心话 你是不是今天放这么多歌 就这最好 特别好 别说就今 咱们节目里放歌 就这最好 我太喜欢了 我已经加到我的 我喜爱的歌曲里了 也就默默的 用我们的公司网络下好了 这几天我胆就一直 你还可以看看那MV 这还有MV 还有MV 对 动画MV 对 因为累累都动画 他这MV就还挺有意思 他是一堆动画导演 就是一个人画几秒 然后串成一块 我这创作力的那时候是爆棚 真是爆棚 因为一开始 我对星宇真的不是非了解 一看资料 李星宇 经营买一团 什么什么 采集声音 我一看 挺装的 然后后来我一看 这大爷子 这跟他还有关系 同一个人 对 这哥们 我有点意思 再聊聊 其实就是 我了解的范围内 你除了经营买一团 还有黑乐队 黑乐队好像是去年 刚发一张 对 去年又发一张 10年之前和三个爱情故事 但你们的歌之所以好多 我都没听着 或者说你发了之后 不知道很大原因 你们那版权 很多都在QQ音乐 对 但平时我不太用QQ 所以你那个 亚马逊三部曲 还有黑乐队的三张 第三张 第三张 在那个QQ音乐 对 就是新的在那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我来听听 但实际上你除了这些事之外 还干好多的事 你直接弄过一个 叫做声音的盒子的 一个装置的那种感觉 就是算是声音艺术家的身份 去做一些 比如说装置展览 这些东西 它其实跟那个 52盒子是交叉的 跟那是交叉的 对 因为那些收集声音 包括做展览 它其实是一体的 当时16年 咱俩认识 就是在做展览之前 就是亚马逊的展览的系列 对 当时好像是说 马上要做展览了 然后过来看能不能聊聊 打来广告 对 结果这次来聊的时候 他刚刚接触了 另外一场巡演 又没有广告可打了 所以我来的才纯粹 动机很纯 纯粹 对 那你那个 因为我看了 有一个小节奏片 就拍你那个声音的盒子 那个展的 我自己看了之后 我还说实话 我还挺有感觉的 就是它 特别像什么 要跟你说 特别像日本 那个足利美术馆 就是一个窗户 一个窗户 然后你忘了解 是一片日带雨林 但那个东西 那个又在雨林 那个是你放的屏幕 对 它是我做了一个背头 影像 对 影像 然后但是那个 对 但是那个前面 不是有一个盒子吗 那个盒子是发声的 所以它其实是在室外看的 就是你室外 往屋里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感觉你虽然在室外 但是你发现 你看到 靠过窗户 看到了一个 另外一个室外 就它有一种 跳脱的这种出离感 所以其实还蛮好玩 然后你又能听见 那些声音 对 这些就比较好玩 对 感觉就如果大家看过 那个奇异博士 就有点像那个 卷幅 在电视里边 就直接用手一划 划一圈 划一圈 刃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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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真的刃一门 刃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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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个画面 你就觉得说 好像它是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空间一样 你坐在那看到了一个不属于这儿的世界 包括它也会让我想到就是这种所谓的声音跟音乐 包括音乐跟风景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平常看电影 大家其实已经非常习惯了电影一定有配乐这件事情了 对 但是你想象一下 咱甭管是说像这种美国大片 宫宫宫是吧 还是一些这种纪录片 或者是文艺片 如果没有音乐的话 这片怎么看 简直就无法看 就跟一般人跟那没有音乐蹦迪一样 对 就是那样的画面 太恐怖了 但是现在好 其实牛逼导演好多 他也不用音乐 是 也有这种 罗马就没有 是 对 当时就让我想起来 我特别多年以前 零几年吧 比如说我就去公体那个水族馆 然后我就拍了 海洋世界 对 然后我就拿那个时候 还是那个小数码 拍了一些鱼 在里边游什么之类的 因为它那个地方人特别多 特别吵 你拍出来之后 鱼是那个鱼 但是声音 就是你当时听到的那个声音 特别特别嘈杂 其实听的人挺烦躁的 基本上我也进去之后逛了 可能也就半个小时 我就出来了 就回家之后 把那个东西 我们家电脑屏幕上一放 然后把那个音量调成静音 然后配上90样的 对 什么大家先天宁静的海之类的 你再看那个画面 觉得哇 太美了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静音乐的魅力 就浑然一体 事实跟你的 这一部分 你没有干这个的吗 你还偷讨我 我就是把那个事实 跟你拆散的那个人 就是我还除了这些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 跟这些东西 其实也交叉的一部分 就是作为音乐人 还有作为这些声音的 类似于创造者 还做装修 做什么装修 什么装修 电钻 有电钻 有电钻 我家你这个 我这是对自己虐自己 然后就是升学 升学空间设计 就类似于 就把一个空间 缔造成那种 声音好的一种演出空间 就比如说 那个南京那边 有一个特别有名的 欧拉空间 对 然后还有北京 我之前演出那 刚才之前放那个音乐 那老友的那个地方 乐空间 乐空间 对 还有之前老的江湖酒吧 帮他们改造 他们老扰民 扰民 然后那个就找我 给他们做做降噪什么的 等于说你弄完之后 就是里边的人 还能听清楚 但是那个动静会变小 外面是动静小了 不至于扰民 然后还有 然后还有很多 诸位 评价怎么那么 粗暴 太粗暴 太粗暴 他真是太粗暴了 然后还有很多 著名音乐人的录音棚 对 就是崔剑老师 什么这些 这个真是专业人士 你就活儿够全的 就靠这些养家糊口 你不是大学老师吗 但是算是一年就八节课 就是在现代音乐学院教课 就教升学这一块 一年八节课 就其实就教着玩 这东西也不正 这不算 就当一title 那不是也 但是其实挺好 我现在助理 也真教 助理就是原来我学生 所以其实他能有一些机会 能接受到一些 比如说这些资源 就是因为现音 其实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对 有些就拢吧拢吧 拢到自己这边 对 也就是说 什么狗 不是 狗了 我本来挺正经的 一行摊带椰子 一来就给我弄 带跑 给我带跑了 反正就是 非常的全面 一多不压身 一多不压身 是吧 这个就是换另外一种说法 听你说的是什么狗屁 那是 一多不压身 是的 你看又能搞轻音乐 还能搞这种什么 那个声音收集 清晨有推开房门 然后还能搞说唱 是吧 然后还能给人搞冲修 对 就说只要跟声音相关的 来都找我 都没问题 对 就疑难杂症 老中医了 老中医 声音老中医 对 真实 是吧 精码什么中医 什么 精码中医 屋里都挂了好多紧急 台扁 找到病除 声到病除 别再说了 声了 声了 今天 因为本来是说 再多聊点 他就是全世界各地 采集声音的故事 各种历险记 今天也聊了好多历险记 发现这故事实在推多 一息故意聊不完 真是 回头等他新砖出了 新砖出了 咱们郑重承诺 咱们回来 咱们接着聊 著名节目邀约 真是 那可 回到你看看我们这录音室 这声音的话 你怎么改造 真的 我们这真的改造 弄点什么装修的材料 可以 很容易 行 分分钟 是 装饭之后 请你吃个汉堡 别汉堡 就那个路边 叫什么烤 什么叫烤冷面 烤冷面 反正我不信你吃生蚝 请不解 我们这可不是 我还嫌一个巴掌那么大的 我先只能买一大巴掌 行 那这事就这么谈并了 好嘞 好嘞 一起广告费可贵了 真是的 真是 然后 本来说 最后再放这种歌 但因为第一是 他的歌实在推多了 咱们要放 其实也放不过来 第二个 就是说 因为他 前面讲亚马逊这段 就是我们还都挺喜欢的 觉得这个 张剑是 挺神的 而且他不光是音乐了 实际上今天我们探讨的是一个声音跟音乐的边界 对 就好像说 一个声音 他只想一下 他就是个声音 他如果连续想 有的节奏 有的旋律 就变成了音乐 所以最后我们放一个珍贵录音 就是李星宇去亚马逊 大丛林里边 自己录的很多的这种大自然的声音 而且是以这种动物的声音为主 对 就是这些声音 然后我也给做了一些小的说明 然后知道这都是什么动物发出来的 对 就加许加议 太好了 放一段 然后说两句 然后好像还挺长 十多分钟 对 所以这个也不要让大家听闻 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 就一口气 听一下 听听 平时你们在这个都市丛林里边 就永远听不着的动静 是 同时呢 再次感谢 本期节目的这个冠名方 本期节目有全球领先的办公空间 社区和服务提供品牌 WeWork冠名赞助 是中国创造活动的一部分 是 好 那我们就在 旋律马一团 李星宇 52赫兹工作室 还有什么 本管了 都是他 带来的这段 亚马逊丛林 声音大彩样里边 来结束这期的节目 好 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这个人 买梗 拜拜 得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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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这是8月4号我们在河道上录到的粉红海豚的呼吸声 它们的呼吸很像人类 在凌晨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觉得身边有无数的人在跟你一起呼吸 这个感觉非常奇妙 这个感觉很像人类优独播剧场 这个感觉很像人类优独播剧场 这是一种叫吼吼的红毛猴子的叫声 它们的叫声通常可以传几公里 用来警示敌人和呼唤伴侣 这种感觉很像人类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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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无数只蝴蝶幼虫做剪发出的声音 它们通常聚集在树上 密密麻麻一大片 装成自己是一个大型动物 不被天敌发现 这种感觉很像人类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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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8月11号 之一 这两个音频分别是切叶蚁的声音和白蚁的声音 很多人可能以为这样微小的生物它发不出任何声音 但其实并不让他们也会发出这样的叫声音 然后用声音去沟通彼此 这种感觉很像人类优独播剧场 这是8月13号我们中午吃完饭后听到的声音 Antonio跟我们说这个是树懒的叫声 当他们在求偶期间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互换伴侣 这种感觉很像是树懒的声音 这种感觉很像是树懒的声音 这是8月5号我们在河道上录到的水塔的叫声 他们一直在我们船边围绕发出这样的声音 其实这样的声音是一种警告 代表我们是侵入者 这种感觉很像是树懒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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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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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Hawk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